社工局防治藥物依賴廳說 今年頭11個月 當局收到的求助個案有338個 比去年同期減少了 梁安琪報導 防治藥物依賴廳廳廳長黃燕梅說 今年頭11個月 當局收到的求助個案是338個 新求助個案50個 比去年同期減少 當中15至19歲的青少年求助個案就有10個 佔整體3% 他說近年到防治藥物依賴廳 志願戒讀的人士 有8成是中年男性 女性和青少年佔少部分 沒有太大的變化 未來一年 當局會著重加強家庭部分的宣傳工作 以及在輔導濫藥外展服務方面 增派人手 怎樣去動員多些家長 來向他們宣揚一些禁隊訊息 這個我們覺得很需要加強 我們就會和教青局和學校 加強這方面合作 他說當局關注到一些在賭場工作的人士 可能出現依賴藥物減壓的情況 雖然暫時未收到求助個案 但當局會密切留意情況 又會加強有關方面的宣傳工作 另外繁榮促進會綜合服務中心 舉辦禁毒勇者頒獎禮 並透過一系列的活動 推動社區對禁毒的關注 dim 由本社區分析 選擇犯了 本社區分析 有關檢渣 選擇犯 共和一手 選擇犯 選擇犯